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们要试吃最新上市的 和最近在打折的 冰淇淋JLB Harkandosh 就是这两款东西了 开关不开 那我们先吃这个 这个是$120 可是它现在在做特价买一送一 所以现在一个是60块这样子 哇,真的太贵了 120块,要是我平时的我肯定是买不下去了 不过,整个时候不愧是120块 你看它连包装都跟其他人不一样 好,我们现在来吃看 把它打开 hello 我没有吃过那个Haganda是前桶的 平时都吃那个杯子的 哇,有点好看耶 哇天啊,而且它是圆耶 上面还有盖子,哇,太高级了吧 这个完全真的是圆的 诶,真的刚才这个 长得有点香 那我们现在来吃吃看 哇 它口感好绵密啊 很厚,直接 而且,那个抹茶会直接 在嘴巴里面 融化 入口即化 入口即化 哇,这个很好吃 它有点甜 忘记修一下它的味道 还有,我可以说到它的饼皮很香的味道 它本来是软的 嗯 而且它饼皮旁边还有上一层巧克力 它那个巧克力 甜甜的,它很好吃 我觉得是 算好吃的抹茶 可是,可能没有到一百二十块 它也上面蒸果都是软的 那有吗 可是它冰淇淋本身是很绵密的 你看冰淇淋是好吃的 嗯 抹茶的味道没有特别重 可是我也不喜欢蔡淋的 这样刚好 一分到十分 你会给它多少分 一二三 六分 五分 你讲一下你的理由 如果是真的以一百二来买 这样一支冰淇淋,我真的觉得太贵了 还是去它的那个专门店 它直接这样子挖一线 挖一吃给你吃 好像会比较好一点 然后它的饼皮就是有点软 我要补充一个 你看它的冰淇淋 它冰淇淋就是吃到下面还有 我不知道下面是多少 可是很多都是 那种 填桶之后上面一层 这个是我吃到它剩下 这样短短的 它这边还是有满满的冰淇淋 吃到这样子还有耶 它饼皮 里面有裹一层巧克力 这巧克力很香耶,我很喜欢 可是这个巧克力 因为上面会被抹茶那个盖道 它下面就比较脆了 好,接下来试吃这一款吧 现在把它打开 它长这个样子 感觉有点像是那个冲浪板 然后它这一支是79块钱 哇,超级贵 真的很贵 好,那我们现在来把它切开看看 因为这支真的是卖太贵了 所以我们就买一支两个人分 我很喜欢喝珍珠奶茶 所以 希望它这个味道不会让我失望 嗯 那你又刚好有珍珠 哇,真的耶 它珍珠居然是Q彈耶 而且啊 它真的有那种 你炖奶茶的味道 奶味很香浓 可是它茶不会被改掉 我觉得这个 这个很好吃哦 神奇 你刚那个 什么LV 很神奇 它外面好像是说 外面是一层冰棒 然后里面是冰沙 这我很喜欢 我也很喜欢这个 这个真的好吃 1分到10分 你会给这支 珍珠奶茶冰棒多少分 也要考虑价钱 1 2 3 8分 哇,我们就好像一样耶 我也是给8分 不过这个是真的好吃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可以去try这一款 可是我觉得吃到后面有点腻 就算我们是一人吃一半 还是有点腻 因为它有点甜 可是它的珍珠很Q彈 嗯 神奇 好,我们的影片就到这边 这样就结束了吗 就是吗 我昨天准备了一个东西 小熊仔排的珍珠奶茶冰棒 这什么鬼,我看一下 真的 这什么玩意儿 有味道吗 有一点有冰块的味道 然后还有一点奶的味道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这是什么东西耶 这是我们昨天喝的那个 有,你有 墨香奶茶寒天 这么看起来就很酸 这个杯有点熟眼 这个是我们昨天吃早餐的那个杯瓜 然后这个还是我汤匙 哈哈哈哈 你吃吃看嘛 好,欸欸欸,脱模啊脱模 看起来成本的五毛冰棒 好 你是想要那个是吗 给你做个比较 好 我觉得有点美耶 如果好吃我以后就量产 好 欸,甜耶 什么感觉 它就是一下甜然后一下不甜 就是没有均匀的感觉 结束的部分是好吃的 然后可能吃到冰块的部分 就没有味道了 有跟那种立顿奶茶直接做出来的 跟你这个奶茶直接做出来的一样吗 不一样 不然我们试试看 我们把它搓碎 然后经过干的那样子 我们就把它变成炒冰了 我找一下寒天的部分来吃 试试看看 它就是 洛乡的那个茶味很重 然后 我只能在吃第一口的时候 可以感觉到有墨香的茶 然后再吃的时候 它就会变成冰块了 然后它完全没有甜味 就变成 像两块塑料 塑料 那我们今天的影片 就到这边结束啦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我是佐安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你知道它这个盖子 可以拿来做什么啊 干嘛 可以拿来当个帽子 看什么 诶可以诶 那现在就带这样出去好了 不得了 啊 拜拜 拜拜